大家好,我是爱说话的老王 这两天好多朋友私信我,让我说难什么西的事,尽量不碰 这种事老王说了也发不出来 不过呢,发一个俄国的一个战略学者写的一个博客 他说呢,中国未来的措施将是彻底的打破美国独霸世界的梦想 这是毋庸置疑的,化财防线是发在外网 然后听到内容怎么说呢 在近期出现的这些热门事件当中 美国人做出了自己最愚蠢和最无能的选择 他们要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的事件 整个的亚洲,包括整个的南亚都清楚 中国的内部事件,现在不是谁能说话就想说话 而美国人偏偏就要捅中国这个大马蜂窝 就在最近不久前,从8月1号一直到8月3号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不断的在脸书推特 以及自己的个人自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评论说这次行为简直就是最愚蠢的行为 不过也是一件好事 这等同于民主党将会将下一任总统送给美国共和党人 因为他们再也不可能拉回中国这个伙伴了 而在一些跟随美国脚步比较近的欧洲议会的成员当中 也有很多的反对意见 而这一次关注南西这次航线的大约有290万到295万美国及其欧美人 绝大多数这些人在调查回复当中都对这次行为感觉到万分竞争 惊讶甚至说这是一个最愚蠢的行为 仅有一少部分来自于前东欧的几个少数国家 例如利叉丸这样的 这是我用的不是人用的 例如利叉丸这样的国家才会摇声响应 而在中国南亚中国的邻居安南国 这也是我用的词啊 人家不是用的词 已经正式就在今天公布出完全承认一个中国的理念 这就可以看出中国在亚洲地区现在就是大主地位牢牢的掌握 这些不是我要说的今天的重点 在以前中国人一直对世界和美国方面表现出善意的嘴脸 他们一直说中国不希望跟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 也不希望跟美国争夺谁是第一 因为中国一直说太平洋上容得下两个超级大国 但是今天这件事可以看出来 今后恐怕中国就想一个事情 那就是摧毁美国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 这很可能是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 因为这件事对中国的伤害可能是非常巨大的 而所有的包括五脸联盟其中的四亚联盟 对此除了一个英国以外 有下议院的议员副议长官员声称也要伴随 跟随一次但无人响应 就像澳洲以及封业国这样的国家 这都是我用的 根本就不敢响应美国这次行动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行动导致了中国彻底的跟美国之间产生了不可磨合的裂痕 但也有报道说通过一些中美之间的联系人士 可能通过一定时间会慢慢的磨合 因为众所周知中国人的妄性比较大 大概这件事情过去几个月后 中国人就能平息愤怒 但是你总得让他把愤怒平息出来 所以中国人的报复方面 一定是来自于对美国现有的世界霸权的控制 包括美元美债以及对美的所有产品方面的输出方面 虽然中国并没有对外这样表示 但在他下一步究竟是什么样的动作上 我们目前无法得知 而中国已经对那个自己的岛屿开始了进一步的经济压力 限制了大约100到200种 以及涉及周边产品大约至少不下1000到2000种产品的制裁 主要的涉及到100到200种名单方面的制裁 这些产品恐怕全面要从即日起停销大陆 这将会对岛上的某些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从这一个角度上来看 南亚各国都应该自己清楚 围绕中国作为东南亚为环绕的这个经济模式体系下 如果中国真的翻脸 恐怕现在包括东南亚的新国也根本扛不住如此的制裁 所以中国下一步的战略目标恐怕就是直接要摧毁 美国在世界上的大权主义色彩 因为你触及了中国的底线 而且很可能无法挽回 当当当当 啊 化掉光线啊 已经够透明了 你们不能再说再透明了 再透明空 就这个让不让发我都不知道啊 这已经说的够透明了 不能再别再问我什么事啊 如果你连这事都不知道 你家可能真的断网了 好吧 听听欧美网友怎么说啊 上一个 美国网友 我知道南希是一个疯子 他上那去干什么 我可能想他要为特朗普先生 创造下一任的任选 又一个 美国网友 一个美国的议长 一个美国的总统 却搞不定一件很小的事情 搞成这个样子 还让我们感觉到万念俱灰 我们在舞台上又一次更丢人了吧 又一个英国网友 这件事情我觉得中国方面会理智处理的 不过我觉得我们那位唐宁街的议长 还是闭上你的臭嘴 又一个英国网友 不知道那位议长到底是怎么了 是不是美国人给了你多少的好处 你愿意替美国去追寻这个脚步吗 又一个亚洲 南亚的网友 我觉得美国人的脑子 现在真的是昏庸到头了 我觉得他们真的应该重新革新一下自己的战略观念了 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这件事情真的不好评估 这件事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麻烦 我觉得最好不要去碰 又一个谈自己的网友 我觉得我们的做法 我认为是比较脱贴的 我们的总统是不会会见这位女士的 因为我们的总统去度假 又一个谈自己的网友 在这种敏感 特别是涉及到中国内部事情的问题上 我看我们还是应该躲一躲 因为他具有最强大的实力 又一个谈自己的网友 不管怎么说 对于中国来说 虽然我很讨厌这个国家 可是这一次你们搞得太过火了 又一个印度网友 天哪 这件事让我真觉得很震惊 好在中国还是算冷静一些 不然的话会出大事情的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这可以算作是火力侦查嘛 如果这一次算作火力侦查的话 那么你将迎来的是中国万炮齐发 包括经济金融等各个领域方面 又一个美国网友 可能民主党人想过了 他们利用减税的方式 可以吸引更多中国的商家 跟他们合作 因为中国的商家喜欢利益 这样的话 中国的商品还能够保持 美国一定的经济稳定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就是他在向 这就是南西在向外面转移矛盾 他想把矛盾往外引 因为我们已经内部债台高度 31万亿美元的债务 无法再承担下去了 又一个美国网友 天哪 我觉得特朗普先生应该马上站出来 继续再发一些攻击性的文章 又一个 美国的网友 是这样 我看过我们最近的几家大媒体的报道 包括纽约时报 也包括华盛顿邮报 都抛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对这件事情都没有什么好的态度 这个老太太真的是有些头脑发热了 又一个 美国网友 我不在乎他头脑是不是发热 我最在乎的是他什么时候你该发热 又一个欧洲网友 现在真的不是美国应该头脑发热的时候 你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崛起快速上升中的中国 一个英国网友 美国人的意思还是要尽快的把中国的军事力量勾出来 让中国把所有的思维拥用在自己的军事力量上 让他走前苏联的那条老路 一个亚洲网友 中国人有这么蠢吗 如果中国人真的这么蠢 上中下各五千年 我们能过得来吗 又一个美国网友 我也觉得这位亚洲朋友说的有道理 我觉得这一次绝对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绝对是一个 绝对是又一个南美的亚裔网友 我觉得这一次美国人做了一次最愚蠢的选择 你们生生的把一个本来是保持中立的中国 推向了俄国人 今后恐怕再想跟中国谈一些该谈的事情 除非中国人忘记了今天的事情 不然的话你就很难再把中国拉回来 又一个欧洲网友 这一点我觉得南美这位朋友说的很对 中国跟美国之间在国际的交流上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进行处理 包括美元跟美债的地位问题 我相信这一次中国方面要在今年的下半年进一步的削减美债 又一个 小本子的网友 在现在中国的美债已经跌异了一万亿 你知道中国从来没有低过这个数 而且今年下半年按照现在这个世界恐怕中国还会进一步的缩减 又一个 谈自己的网友 那么就这么说 连到这些中国人不想挣钱了吗 我觉得还是应该想想他们怎么挣钱吧 有些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又一个谈自己的网友 我觉得中国人有些是不是太敏感了 应该就让他过去吧 不过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参与这个事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我也是觉得我们的人最好对此不置一词 最好不参与这件事 这个事情如果谁要是摊上都没有好下场 又一个 印度的网友 我觉得中国方面不会轻易的放过我们的 放过美国人的 这一件事可能真的把中国激怒了 又一个 英国的网友 如果我们的议长随后又去了的话 那么恐怕这个铁拳头就会抡在英国人的脑袋上 又一个欧洲网友 你说的太对了 这就是中国的一种策略 惹不起 严亡 我还打不起小鬼吗 又一个 法国的网友 在中国有很多的古代的经验 像我们这种跟随者一旦要是参与的话 那么你就是下一个被中国打击的目标 又一个 德国的网友 我们的那个部长也说了 要对中国进行新方面的新型方面的一些考量 不过我觉得他说完以后又该闭嘴了 又一个德国网友 我们总有一些人坐在上面不知道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 他们的嘴就像屁屁一样到处的发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有一些人他觉得你在下面挣钱 他心里就很难受 因为他收的钱没有你挣的多 又一个 德国的网友 作为一个车厂的代言人 我觉得这些该死的家伙早就该扔出去 不让他们再回来 把他们淹死在莱茵河里最好 又一个 印度的网友 这一次事件真的让我觉得有些紧张 看到报道之后 我真觉得不太相信 美国人真的这么愚蠢 会做出这样的傻事的 又一个 美国的网友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我们的这位南希 真的是脑子上有了问题 现在你真的彻底把中国激怒了 看一看他下一次怎么表演吧 又一个 印度的网友 最关键的是有一个问题 你美国对中国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手段 那么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就看着中国开始表演了 又一个 亚洲的网友 如果中国真鉴定了 就像这位俄国博主所说的 就要推翻你美国帝国主义的国际霸权的话 恐怕你的日子就不这么好过了 又一个美国网友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重新回来和谈的 现在我们已经对这件事进行了批判 并没有完全赞同这件事 又一个 美国网友 但是事情是做出来了 中国人总不会马上就忘记 你总得让他摆弄一下自己的威风 又一个 英国网友 这一次中国一定会对所有的这件事情 进行一次连锁性的打击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很深入 而且持续的时间会很多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所以我们的一些人士应该做好这样的准备 不光仅仅想到的是军事和战争 你要想到包括经济和利益 特别是美元美债上面 在中国波动大规模的美债 这会导致美元在整个世界当中的波动 又一个亚洲人 其实经济货币战争要是打起来 要比真正有硝烟的战争更加杀人无限 又一个谈自得 我也是觉得这次美国人做的有些真的过分了 平时我们可以随便的骂一骂这个中国 但是你搞这件事情 真的让我们真的也觉得有点担心了 又一个小本子了 现在看来这件事情想挽回来的话 恐怕要过一段时间 至少要等中国平息怒火之后 又一个西亚的网友 你们觉得中国这一次怒火会那么容易平息吗 不然的话会有那么多国家马上站出来 向中国表自己的决心吗 又一个英国的网友 我还是觉得唐宁街聪明的傻瓜们 不要占与这件事 如果你真的参与了这件事 恐怕中国的铁拳和怒火都会砸在大英帝国的头子 又一个德国网友 当然那时候你们的BBC一定会问 为什么美国人就没事 我英国人就不行 又一个法国网友 这是肯定的 到时候英国人一定会跳怒起来 但是这件事我希望英国人还是好好的想清楚 美国人已经惹了天大的娄子 我觉得你们的脑子一定要清楚一点 又一个亚洲多 我也同意这位博主的意见 很可能今后中国的战略就是彻底让美国从第一把交椅上爬下去 因为你直接触及了中国的底线 这是毋庸置疑的 就说到这 其实有的时候战争只是一种手段的延续 真正无硝烟的战争 那比战争还很 如果你要让某个人彻底某个什么什么玩意儿彻底从地球上消失 并不见得就是战争 还记得前苏联吗 前苏联很庞大 当年很庞大 而当年美苏争霸期间 美国人最后没跟苏联打过一枪一弹 即便是这个导弹危机的时候 也没开过一枪一跑 最后怎么样呢 苏联垮台了 苏联从世界上消失了 这个我说的是实话了 你们可以去查历史 是不是现在苏联消失了 对吧 所以有些东西 要想让它从这个世界上彻底的抹去 并不见得就非得是什么 我用弹啊 我用根啊 我用 我们可以让你从整体上彻底的崩溃 这就是看智慧 中国人没有别的 有的是智慧 好吧 你有什么想法写在下面 支持好忙 叉点赞 我能推荐加老人关注 我不知道让发不让发 谢谢大家